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用微妙的语言来表达彼此的看法 也会为了窗帘的颜色而发生不愉快 通过两个人的言语与表情 咨询师看得出来 两个人的矛盾已经逐渐出现了苗头 最后 咨询师询问两人是如何认识的 这也让约翰陷入到了回忆当中 画面来到五六年前 正时局动荡的哥伦比亚 年轻帅气的约翰正在一间酒吧的吧台喝酒 不然 酒吧闯进一伙十枪核弹的警察 要对单身旅游的观光客进行搜身 恰巧这个时候 咨也开门进入酒吧 约翰看到咨两个人四目相对 咨瞬间心领神会 两个人扮成了一对情侣进入到了房间 听到警察离开后 两个人相视一笑 向对方介绍了自己 第二天 两个人相约来到派对 在欢乐的氛围中 咨邀请约翰与自己跳了一支充满激情的舞蹈 过程中 两人身体相贴 心的距离也在迅速拉近 时间转眼过去了六个月 在这六个月当中 约翰越来越对简痴迷 他喜欢他的聪明性感 喜欢他的潇洒又有深度 而简也喜欢约翰的温柔体贴 就这样 在周围朋友的反对下 两个人还是成为了一对夫妻 开始了和其他夫妻一样 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地哭到生活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两个人都对对方坦诚相见 但同时两个人其实 一直也拥有着自己的秘密 这个秘密就是两个人都隐藏了自己是杀手的职业身份 此时 镜头转到约翰单独一人 来心理咨询的画面 约翰向咨询师表露 他很爱简 并且希望他能够幸福 而且他对他的这种爱 也没有因为婚姻而改变 但是有些时候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 两个人的生活多多少少会产生摩擦 比如简喜欢在睡觉前阅读 而约翰只要有光就不能安心睡眠 画面又转到咨询师单独咨询简的画面 简对他和约翰的婚姻 也有着和约翰一样的感触 他认为两个人的距离在不断地拉大 不过 确实他也有一方面的小秘密 隐瞒了约翰 他指的事情明显是他的职业 此时镜头一切 来到了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画面 简正在和什么人打着电话 而约翰则在一边偷偷地观察着简 简挂断电话后 借着有人把事务所服务器 搞坏了的理由出门执行任务 约翰此时提醒简 两个人与邻居约好了一会儿过去拜访 简回答很快就会回来 因为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小菜一碟 就在简离开后 约翰也收拾好 自己坐上出租 打算执行自己的任务 没一会儿 简到达了酒店 与此同时 约翰也到达了目的地 约翰到达酒吧后 看到了一伙人生的打牌 最后 约翰谎称自己非常有钱 想要加入牌局 桌上打牌的三个人 原本没把约翰当一回事 但听到约翰说自己非常有钱后 没惊住诱惑 允许他加入了其中 另一边 简进入酒店后 很快就发现了目标人物 当即脱下了外衣 露出了里面性感的黑色皮裙 紧接着 简就和目标人物 玩起了扮演游戏 就在目标人物正享受其中的时候 突然被后面的简拧断了脖子 而约翰也在打牌的过程中 等到了自己的目标人物 当即立断地掏出双枪杀死了他 此时简已经回到了家 正在换装 结果衣服还没换下来 约翰就回来了 没办法 简只能迅速藏在衣柜侧面 换下了衣服 重新戴上了婚戒 而完成任务的约翰 则谎称自己去赌场赌了两瓦 两个人都完美地骗过了对方 并在约定的时间去邻居家拜访 第二天早晨 约翰早早地起床来到地下室 在地下室中 藏着约翰大量的钱和武器 在约翰离开后 简也突然醒过来来到厨房 原来简的武器都藏在厨具当中 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地方 勾选了趁手的武器便上班了 这次约翰的老大 给约翰安排了新的任务 此次的任务 就是杀掉一个 绰号名为坦克的男人 而在另一边 来到公司的简 也同样接到了杀害坦克的任务 在杀害坦克前 简了解到 坦克要从边界移间到联邦监狱 在转移的过程中 唯一能够攻击的地方 就是边界南方 镜头转向沙漠 几辆车正在沙漠中行驶 而简则埋伏在不远处 用望远镜观察着这支队伍 就在压松坦克的队伍 很快就要抵达 简埋伏炸弹的地段时 突然 一个不速之客 闯入了简埋伏炸弹的地方 而这位不速之客 正是约翰 简拿起望远镜观看 可是由于距离比较远 约翰又戴着帽子和眼镜 导致简根本没有分辨出 此人正是自己的丈夫 就在此时 约翰看了看时间 感觉该动手了 于是拿出自己的武器 而这一幕 也被不远处地简看到 简一看此人携带着武器 视对方为敌人 打算开枪解决盗弹 之后约翰中枪 但好在他穿了防弹背心 没有大碍 在被攻击后 约翰也毫不示弱地进行反击 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引爆了炸弹 坎克没有被杀死 反倒是两个人 在沙漠中进行了一场火拼 任务失败后 约翰约见了自己的好机友 表示任务受到了阻碍 并担心 对方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 因此准备杀人面口 并且约翰表示自己 在爆炸中 弄到了对方的笔记本电脑 这样 他可以通过电脑 查清楚对方的珍惜身份 这边 任务失败加上送了伤的简 十分恼火 并且 这时简的上司 也对简发布了 杀死目击者的任务 很快 约翰就通过电脑 查到了一个地址 按照地址寻来 意外发现 这就是自己的妻子 简所在的地方 此时简也发现 目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约翰 同时知道 这件事的两人百感交集 并约定 晚上七点一起吃晚饭 晚上 约翰准时驱车回家 此时 两个人之间的氛围是奇怪的 好像两个人都话里有话 而就在中途倒酒的过程中 约翰故意松开酒瓶 而一旁的简 因为超强的反射神经 抓住了酒瓶 是这一个动作 两人之间就顺便明白了什么 简也意识到了 瞬间松开了手 因为酒洒了一地 两个人都瞬间找理由离开了 之后两个人 都来到自己的朋友家里过夜 而他们的朋友 都一致认为对方结婚 是为了盗取机密 最终 两个人都在各自朋友的劝说下 决定反击 第二天一早 简就带着自己的同伴 来到家中进行搜查 毫无意外地 他们在地下室搜到了 约翰藏的武器 并全部带走了 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 约翰也带着自己的好机友 回到了家里 当约翰发现 自己被洗劫一空的弹药室崩溃了 直接闯进了简的公司 他算和简决一死战 可是最后 约翰还是没能下手 在能杀死简的时候 放简离开了 之后 两个人又在 曾经求婚的酒吧见面 此时的约翰和简 都认为对方欺骗了自己 于是最终两人决定 还是回到家中决一死战 在那之后 两个人就在 曾经朝夕相处的家中 进行了枪战 过程中 约翰还忍不住吐槽 简的枪法 和他的处义一样了 到最后 两个人身上都挂了不少彩 两人都冲了对方举着枪 但是谁都没有先抠下板击 枪持了一段时间后 约翰还是做不到杀死简 于是放下了枪 而简也从一开始的坚定 靠动摇 到最后的痛哭 在一段深情的对视之后 两个人相拥在一起 向彼此坦诚了心意 就在两个人的关系 重获新生的时候 一对杀手被派来杀两人 房子也被炸弹摧毁 但好在经过密切合作的两人 成功逃出生天 之后两个人找了一辆车 又在公路上和众多杀手 进行了一场对决 紧接着约翰带着简 找到了自己的好基友 通过基友得知 现在两家的杀手都在追查两人 如果想活着 除非找到两家组织 都感兴趣的坦克 于是约翰和简 就开启了夫妻过任务模式 两个人伸手的了得 很快就将坦克 从监狱里面带了出来 没想到坦克告诉两人 他们夫妻才是两个组织的最终目标 因为他们两个人结婚 所以组织设计 让他们对上彼此 让他们互相残杀 正在约翰和简 还处于震惊状态的时候 组织的杀手通过坦克身上的定位 追踪到了两个人 危机时刻 约翰打算让简先行离开 可是才对约翰敞开心扉的简 并不想这么做 无奈之下 两个人只能变肩作战 在一阵激烈的枪战之后 两个人都受了不少伤 但好在都穿了防弹衣并无大碍 最后两个人一路杀敌 一路突出重围 画面一转 再次转到咨询室 此时再来咨询的约翰和简 两个人的关系 明显已经发生了改观 两个人时常深情地对望 虽然约翰表示 有时间自己也会想要杀死对方 但他确实下不去手 最后 咨询室询问 两人为性生活打几分 两个人一口同声地回答了十分 这部电影在展现刺激的杀手生活的过程中 也能阅读到关于婚姻的一些隐喻 在片中 约翰与简的感情从矛盾到和谐 事实上来说 这就是婚姻的真实写照 即使两个人相爱 但在生活的过程中 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此 婚姻需要两个人去共同经营 去全力以赴 问题也需要两个人去共同面对 只有这样 婚姻生活才能愈加美满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